民众党主席柯文哲31号开炎压亭这一天 他能不能走出地检署迎接外头的小草 现在就得看一个关键人物 也就是柯文哲的贴身帐房橘子 他是否到案说明供出完整的事情 小草们硬硬期盼阿伯能出来跟大家说说话 但是橘子一天没到案 柯文哲想换得自由身恐怕很难 这橘子到底有多大能耐 能够牵动柯文哲延长积压结果 橘子目前被列为被告并且遭通气 由于他可能是柯文哲私账大账房 就金流的部分有经手 而且可能持有冷钱包 涉及到虚拟货币的高额金流 如果他不回台说明 收费的金流尚未理清 柯文哲总共被询问六次 检方认定他涉嫌贪污治罪条例中 违背职务收费以及图利罪 加上他曾经勾串证人共犯 这等于符合申请羁押的理由 而检方也给予柯文哲以及辩护人 充分的防御权 月券跟开庭整整差了50个小时 相较于彭震生 月券到开庭才5个小时 而前栋彭震生是不是被羁押 还得看下周 维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以及台北市议员应小为的 严压结果 彭震生如果想跟吴顺民一样 重金交保 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认罪 说出实情 吴顺民应该已经就他所知道的 事项据实陈述 因此法官才会遵御交保 但即便据实说明 是否能转为被告 也还是要经过检察官的同意的 吴顺民当时由检方申请 拒保停压 结果如预期 他早就准备好500万 要离开法院 以500万元交保金来看 吴顺民还没有转成污点证人 他知道的就这么多 交代清楚 也没有积压的必要性 检方使用心理战 要让再押被告知道 只要说出实情 就能换得自有身 东森新闻 赵一杰 郑洪生 台北报道